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文字末相间品味生命百态 在与主同行的道路中解除信仰的果实 亲爱的弟兄姊妹 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基督教经典易住的分享当中 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是 恩典情感和圣洁情感的第九种明显的标志 温柔的心灵 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 我们提到了基督徒的三种重要的品格 分别是温柔、刚强和热心 作为基督徒 拥有这三样源自基督的性情乃是必然的 因心存感恩 所以基督徒常常满有温柔 也是因基督的榜样 所以基督徒当效法基督的刚强 立定心智 跟从耶稣 同样 热心也是基督徒信仰生活中 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属灵品格 凡是与主基督同受死 也同复活的重生之人 礼当饱含以上三种重要的品格 而在作者看来 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温柔的心灵 这便是我们在本期的分享当中 所要提及的第九种明显的标志 在这一章中 作者首先向我们陈述到 虽然假情感在开始的时候 似乎能融化人心 但最终它会使人心刚硬 假情感会使人具有不良气质 例如自私自利 自高自大 抵挡别人 不仅如此 假情感结合自欺 更会产生一种可怕的作用 它会使人心愚钝 拒绝温柔的心肠 最终使人的心态变得日益糟糕 他们会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当前和过去 那些所触犯的罪孽 也听不到良心的提醒 更不会警惕将来那些诱惑自己的罪恶 也不在乎上帝话语的警告 更不会因上帝的护佑而心生敬畏 也不在乎自己属灵的景况究竟如何 他们的属灵光景 反而一度不如认罪之前的状况了 作者所指的是怎样的一种假情感呢 我们用两个例证来向大家说明 首先第一种情况 或许是因着我们爱基督的心过剩 也或许是因为我们加给自己爱生命的负担过重 但归根结底 这样的爱是鲁莽的爱 这样的情感也不是出于恩典和圣洁的情感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 是每一位基督徒梦寐以求的美事 毕竟没有人希望自己最亲近的人 在面对基督审判之时 与自己分道扬镳 谁都希望自己所爱的人 自己所关注的人 能够与自己一同进入到天国的祝福里面 但现实是 当基督徒苦口婆心的向家人传讲福音后 家人的回应却不一定能够达到基督徒的预期 面对自己面前所亲近的人 无论基督徒做出怎样耐心的劝导 聆听福音的家人 似乎仍旧对福音不为所动 偶尔的没回应 或许还好 若基督徒的努力 一直没有得到预期的果效 这位满怀期盼的基督徒 就会因此而对家人勃然大怒 称对方是硬着景象的罪人 奔铁不成钢 更有甚者竟对自己的家人说起咒诅的话来 基督徒本应该有的温柔之心 在此刻早已荡然无存 作者称这样的情感 虽然从表面看来 是对福音事工满怀热心的情感 但这仍旧不属于恩典情感 和圣洁情感的范畴 其原因是因着丢失了基督徒 本应有的温柔之心 我们可想而知 弟兄姐妹 对于聆听福音信息的家人而言 面对这个勃然大怒的基督徒家人 他们又如何评价 基督徒的信仰品行呢 难道之前传福音过程中的那种温柔 那种耐心是伪装的吗 想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再让基督徒的家人相信基督的温柔和爱 也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我们可以试想 当基督面对曾经的我们时 我们岂不也同这些映着景象的家人一样吗 只不过我们现在是体尝过恩典滋味的人 所以我们巴不得将这样的恩典也带给我们所珍惜的人 但不要忘记 弟兄姐妹 唯有神能感化人心 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众所劝勉的那样 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奖赏 所以呢 弟兄姐妹 温柔的心灵总是基督徒不能丢弃的一种品格 基督之所以温柔以对 是因他对无知的罪人满怀怜悯的心 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 作为在福音事工中与基督同工的人 岂不也应当对顽梗之人充满怜悯的心肠吗 否则 我们的手中的工作 不仅不能够得到相应的结果 并且还会造成极大的损害 所以弟兄姐妹 虽然面前的景况 常常会让我们勃然大怒 虽然面前的景况 常常会刺激到我们里面的内心 但是基督徒总不能够缺少的 就是那颗温柔的心灵 请铭记耶稣的训辉 马太福音19章26节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但在神凡事都能 这是第一个例证 那么本章中作者所提及到的 另一种失去温柔心灵的基督徒情感 叫以上我们所提及的第一种情况 则更为糟糕 上面所提及的这种 失去温柔心灵的情感 虽然已经不属于恩典情感 和圣洁情感的范畴 虽然已经让基督徒失去了 本应当拥有的温柔的心灵 但是最起码 这种情感的里面 仍是含有着爱神和爱人的因素的 而接下来 我们要提及到的这种错误的假情感 便是根本与爱毫无关联 也可以说是与信仰毫无关联了 这种被作者称之为假情感的情形是 弟兄姐妹 当基督徒在信仰中服侍的年日久了 就会见而见的失去心中原本具有的那种谦卑和谨慎 作者论及这一类基督徒说 他们只知道基督为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自己已经得救了 必要进入天堂 面对信仰生活 他们越是服侍主 就越觉得自己劳苦功高 对自我欲望的诱惑越来越不以为然 遵行上帝的旨意也变得又缓慢又挑剔 尤其是在一些他们觉得较为困难的事情当中 宁可愿意投机取巧 也不愿意效法嫉妒 这其中的关键缘由便是失去了 起初那归信之时的谦卑和对圣洁的追求 也可以说他们丢失的正是那一颗温柔的心灵 是属基督的 也是基督的门徒所共有的特征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试想 人一般会在怎样的处境中 才会表达出谦卑和温柔呢 作者所希望我们明白的正是这一点 起初悔改之时 人因身之罪而为自己带来的结局 是自己所不能够胜过的 所以当人面对赐恩的上帝时 心又怎敢趾高气昂呢 他所有的盼望都在上帝那里 他所有的拯救都在上帝那里 他所期盼得到的福分 也都在这位至高的上帝那里 那时的人必然是谦卑的 在他的语气和心内也必然是温柔的 但是随着信仰时间的推移 起初追求圣洁的心会越来越淡薄 因为长久的侍奉会让他误以为 因自己所服侍的乃是圣洁的上帝 所以自己也就归属于圣洁了 即便稍有罪污 这罪也会因上帝的圣洁而被抵消掉 弟兄姐妹 这种自以为义的遐想 不过是愚昧人的空谈 在圣经中 虽然与上帝面对面的摩西 曾面带荣光离开上帝的圣山 但这并不代表摩西由此就可以不为自己的罪买单 摩西因何未能进入应许之地呢 这其中的缘由 想必你我共知 虽然亚伦一家蒙神特别的拣选 肩负起了进入会幕 侍奉上帝的责任 但亚伦的儿子 拿达和雅比户 不遵守上帝的旨意 向耶和华献上烦火时 他们的结局 岂不也是死在自己的罪中吗 所以 虽然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宝 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罪所带来的刑罚 但是 这并不代表 我们可以在基督的救恩中 放纵罪对我们的影响 正如保罗所言 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 我们可以扔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因此 谦卑是基督徒一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品格 而源自谦卑的温柔的心灵 也是基督徒必须具有的情感要素 或许我们会因着服事主的年日久了 或许会因着我们读经的变数多了 或许 因着我们跟随主的教宗和信仰生活的阅历 越来越丰富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自己当下的日子是讨神喜悦的 所以我们的内心就放下警觉来 所以我们面对自己的罪就不那么警醒了 殊不知 所以正在我们这种放松的心情之内 见而见的又来影响着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在服事中变得越来越自高 让我们在追求圣洁的方面越来越自满 更是让我们能够有一种假想 似乎我们是属上帝的人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所以罪不能把我们如何 当然 当我们真正信靠在基督的名下时 当我们愿意为主舍弃一切时 当我们被称为真基督徒的时候 罪当然不能够将我们捆绑 因为有基督来拯救我们 但是 在这里有一个基础就是 首先 我们必须是那个敬畏上帝的人 我们必须是一个圣洁无瑕疵的人 至少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 有坚力的信心 有杜绝罪的内心 有远离恶的心志 如此我们才配称为基督徒 如此我们才能与基督的救恩有份 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才能够被算为一人 成为圣洁 所以弟兄姐妹 温柔的心灵不仅是蕴含着 我们对上帝的敬畏 也包括我们对自己有限肉身的认知 那么反之恩典情感给基督徒所带来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作者在书中这样描述 源自恩典的情感能使刚硬骄傲的心变为柔和谦卑的心 正如经上所言 以西节书十一章十九节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的里面 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弟兄姐妹 源自恩典的情感 不仅能使人变得柔和谦卑 还能使人保持谨慎 敏感和自律 效果远远的超过那种奴性的恐惧感 正如我们所知晓的 恩典情感出于忧伤痛悔的心 心因为圣洁的忧伤而更加的温柔 就像受伤的皮肉更加柔软一般 更加容易感到疼痛 出于上帝恩典的圣洁忧伤 比出于自私原则的律法忧伤 则更能软化人心 真基督徒有温柔的心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把具有这种温柔性情的人 比作小孩子 作者对此 大家称赞 他觉得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比喻 小孩子的皮肉是非常柔软的 重生之人的心也应当如此 圣经说 乃曼在约旦河洗澡过后 麻风病就得以治愈 这显然预表着重生的基督徒 受圣灵的洗以后 灵魂就得以更新 猎王记下五章十四节 经文这样记载说 于是乃曼下去 照着神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 他的肉就复原了 好像小孩子的肉 他就洁净了 小孩子不但皮肉柔软 心肠也更加的柔软 小孩子容易感动 容易受教 更容易顺从 基督徒在属灵的世上 其实也是如此 小孩子有同情心 他们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他们不忍心看见别人受苦 基督徒也应当如此 仁爱善良的人 容易赢得小孩子的心 基督徒也应当喜爱良善 小孩子看见世俗的丑恶事物 就会害怕地哭泣 基督徒也理应为罪忧伤哭泣 小孩子看见外在的邪恶 或会伤害他的东西时 会感到恐惧 基督徒难道不应当 警惕鼠灵的邪恶 躲避那些危害自己灵魂的事情吗 除此之外 当小孩子遇到敌人或野兽的时候 他会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而是寻求父母的保护 同样的道理 当基督徒与鼠灵的仇敌争战时 他们也不相信靠着自己能够得胜 所以基督徒要跪在上帝的面前去祈祷 要阅读上帝的话语 用上帝的话语来装备自己 进而让自己投奔到基督的面前 依靠基督胜过鼠灵的征战 小孩子在危险的地方会害怕 他们怕黑 怕独处 怕离家 基督徒也当如此 他们对鼠灵的危险很敏感 他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时充满恐惧 害怕被上帝离弃 也害怕自己远离上帝 正像真言书28章14节当中所提到的 长存敬畏的便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之内 小孩子怕长辈 怕他们生气 看见长辈皱眉 他们就会吓得瑟瑟发抖 基督徒也当如此惧怕 那至圣至善的上帝 就像诗篇119篇120节当中所言 我因惧怕你 肉就发抖 我也怕你的叛御 这是一位基督徒 在上帝的面前所当存的敬畏之心 弟兄姐妹 真敬前的本质 很大程度上 就在与圣洁的敬畏之情 所以圣经把真敬前 常常称为敬畏上帝 所以呢 恩典情感不会使人鲁莽 轻率 喧哗 而是让人说话 占经 谨慎 就像和西阿书13章1节当中 所记载的那样 从前以法连说话 人都占经 他在以色列中 居处高位 但他在侍奉巴黎的事上犯罪 就死了 恩典情感会以圣洁的敬畏 装饰他们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的行为 另外 恩典情感也总是伴随着温柔的心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真恩典会促进良心认罪 人们拥有真恩典之前 必定会经历良心认罪 而他们真正信主 并拥有真悔改和喜乐 以及平安之后 恩典会使他们停止犯罪 但却不会使他们停止认罪 反而会让他们更深地认识到 自己的一些罪 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去不断地悔改 当然 它不会使人的良心变得愚钝麻木 反而会使良心更加的敏感 更加迅速 更加充分地分辨自己的罪恶 并对罪的可怕本质 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使人能够更快更深地认识罪 更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 自己内心充满邪恶 最终恩典情感会使人更加警惕自己的心 恩典会使人心更深刻 更充分地认识到与罪有关的事情 超过律法使人认罪的功效 也就是说 人不仅认识到犯罪是极大的悖逆上帝的旨意 律法和尊荣 不仅认识到上帝极其恨恶罪 犯罪也会招致极其可怕的刑罚 而且恩典让人的灵魂会更加深刻地认识罪 是从前在律法的认罪中所认识不到的 罪的本质是无限可恨的 因此罪极其可怕 而这使人在看待罪人的时候就变得心肠柔软 正如大卫一样 他虽有机会手刃扫罗 却紧紧割去他的衣巾 真悔改之人的心就像被烫过的孩子一样 怕火 与之相反 假悔改 假安慰和假喜乐的人 好像烧红的铁放在水中脆过一般 变得比以前还要刚硬 假信主使人止步于良心认罪 所以他要么完全消除 要么明显削弱 人之前因律法做工而显露出来的良知 弟兄姐妹 所有恩典情感都具有这种促进基督徒温柔心肠的倾向 不仅圣洁的忧伤有此功效 而且感恩的喜乐也同样如此 我们有几处经文来跟大家共勉 第一处是诗篇的二篇十一节 经文记载说 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 又当存占惊而快乐 感恩的盼望也同样如此 诗篇三十三篇十八节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还有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十一节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的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是的 来自真恩典的最确准的信心和盼望具有以上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倾向 圣洁的盼望越强烈 这种基督徒温柔品格就会越明显 为奴的恐惧感被圣洁的信心消除 神圣的敬畏感随之也相应的增加 害怕上帝惩罚自己的恐惧感减少 担心上帝不悦的责任感却随之相应的增多 对地狱的恐惧感减少 对罪的恐惧感就增多 关于自己能否得救的焦虑感消失 对自己内心的厌弃感也随之相应的增多 这样的人不再相信自己的力量 智慧 安稳 信实 等等 越不害怕属血气的邪恶 越警惕道德性的邪恶 越警惕罪恶 因为内心坚固 信靠上帝 所以不怕邪恶的势力 圣洁的勇气越多 自信莽撞 自以为是 胆大妄为 这些赎罪的情感就越少 人也会变得越谦卑 越确信上帝拯救自己脱离地狱 越认识到地狱的刑罚是多么的可怕 他不像别人那样容易动摇信心 却比众人更容易被上帝的庄严警告 上帝的皱眉 世人的悲惨结局而感动 他有最坚固的安慰 却有最柔软的心肠 他比众人都富有 邻里却最贫穷 他是最高大 最刚强的圣徒 然而 他却是其中最小 最温柔的孩子 弟兄姐妹 温柔的心是敬畏 温柔的心也是信靠 温柔的心 更是天国子民 所当有的样式 所以弟兄姐妹 恩典情感能使人 心变得柔软 进而在基督的里边 生发出温柔的心灵 这乃是恩典情感 和圣洁情感的起源 也是恩典情感和圣洁情感 最明显的标志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我们都能够 存着一颗温柔的心灵 紧跟基督 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是的主啊 你在极大的温柔当中 饶恕我们这些 被罪所捆绑的恶人 我们虽然今天领受你的恩典 但是我们也常常 在自己的私欲当中 陷入到魔鬼撒旦的诱惑里面 陷入到罪恶之中 主啊 但是你却愿意引领 每一个可慕你话语的人 你也愿意拯救 每一个真正敬畏和仰望你的人 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挟制 更胜过死亡的逼近 让我们能够倚靠着主你的恩典 得着大光的照耀 进入永生的盼望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这是何等大的恩慈 这是何等大的怜悯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 归在三一上主的面前 我们也更是将自己 以身体为继 来服侍基督 这样的祷告 愿主悦纳 这样的祈求 愿主垂听 都是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圣名 阿们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